来自湖北的吴女士和梁先生 是一对结婚22年的夫妻 欲有一儿一女 梁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吴女士则在家相夫教子 生活虽不富裕 但也是幸福美满 老公也知道过家 夫妻很恩爱 前20年的这种状态 对 如果生活没有波澜 吴女士说 她就准备和丈夫这样相伴到老 可是让她想也不敢想的是 从去年开始 她心中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一年多了 整天都睡不着衣 天天就流泪哭 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妻子口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她相濡以沫 20多年的梁先生会是什么态度呢 在我感觉上没有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 我无论做什么 他都说我对的不是真心的 梁先生说 这一年多的时间 不仅对妻子 对她也是一种折磨 现在她给我闹的 我心里一点希望都没有 到底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夫妻俩发生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但你们这里展现出的问题 在中年人的身上是非常的常见的 这是非常危险 究竟是什么 在亲世两人22年的夫妻情分 调解团队又能否拨开夫妻俩之间的云雾 看见问题的本质 帮助他们消解隔阂 重回幸福呢 我们的调解现在开始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吴女士 一位是梁先生 我们首先还是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诉求吧 我老公像以前一样 回到原来的她吧 好好过日子 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 不同在哪里 变化很大 这个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 痛苦 我感觉到也没有什么 是她多想了 也算是吧 我无论做什么 她又感觉到不好 就是我变了 我心里没有她了 她又是这样 老是给我闹 吴女士觉得丈夫变了 而梁健生说自己没一变 这就是夫妻俩 这两年以来最大的分歧 那么吴女士口口声声说的 这个变指的是什么呢 吴女士说 二十多年都风平浪静的生活 是在去年上半年被打破的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她就对我就是 不冷不热啊 也不开心 发脾气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老是在我身上找原因 也找不到 特难受 我就在厕所里面 大哭了一场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 她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工作量大 当时我也信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不一样 在一起生活二十多年 吴女士说 丈夫的一个眼神 她都知道其中的含义 更不要说这么明显的情绪变化 起初她一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可后来一次突发事件 让她彻底的认识到 丈夫的变化没那么简单 她洗澡冲凉嘛 我看天气预报用她那个手机 我还没有看几个字 她马上从厕所里面冲出来 身上全是水 那个泡沫啊什么 所以她不过一切地冲出来 不过一切冲出来 就把那个手机跟我 用力就要过去 用那个眼神就这样瞪着我 就特别气 马上把那个信息就删掉了 是这个信息的内容让你怀疑了 还是她的这个举动让你怀疑了 她那个举动让我怀疑 以前没有 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是真的没看到什么 我就问她这个信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 她就跟我说 她是跟别人发信息 关心别人 天天拉她 每天都拉她去健身 是她的乘客 是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她就是经常坐我们车吧 有的时间去上班 有的时间去别的地方 她就去健身做吧 我就去拉她去健身 她母亲刚好去世 回来以后上班又去健身 我说这几天她说 肯定心情不好是吧 我是给她发个信息 我感觉到没有什么 我都没有删掉 我感觉到要是不好的话 我就不会删掉 那你为什么 那个画面感非常强 一声泡沫地冲出来 抢手机 显然你心里是不安的 我感觉到也没有什么 其实那一天 也没有像她说 那我经常是洗澡 我马上出来了 也没有那样 仅仅是一条 没有看清的短信 却让梁先生如此敏感 吴女士隐隐地感觉到 丈夫应该是出问题了 不过从梁先生的解释来看 似乎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吴女士说 真正的问题 其实发生在随后 夫妻俩的谈话中 我一点没有发脾气 我只是跟她沟通 最后她说 她暗恋别人 你要是如果 要是真的心里面有别人 咱要是真的没感情 我说咱们就分开 如果要是你回头 咱们就好好过 我就想 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我就是打就是骂 没有用 我打骂会让她更生气 我只是劝她 有没有必要留住这个家 她说没到那种地步 她说我一定把这个心会收回来 这句话有让你安心吗 会让我安心 肯定会安心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我一直都相信她 我感觉到 这根本都不能算暗恋 就是人认识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以后 也可以说是相互信任 相互欣赏那种 其实她对我没有什么 她自己说是自信朋友 您有时间跟她多说 可是回家跟你的妻子 却无话可说 刚开始没有 刚开始我们还说话 也有很多话说 就是她发现这个事情 发现这个信息以后 对不起 梁先生 那是你的感觉 她的感觉是在发信息之前 她就已经感觉到 你不像从前 对 那个时候我就大哭一痛 你没感觉 我感觉到也没有什么 好 可是对方 她又感觉到受不了 你那位乘客的母亲去世了 工作辛苦了 你都会记在心里 所以她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是说我给她知识朋友 很好的朋友 身心朋友 她一直就是说 我暗恋她 我们就能在一起 我说那不可能 你有没有比如说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 我要注意一下 别让她在心里有什么 您叫她自己说有没有 按照梁先生的解释 妻子怀疑的这个人 其实是一直在照顾 她生意的老顾客 她对别人的关心 也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交情 最多对方就算是个知心朋友 不过既然妻子在意了 她就开始减少 与这个朋友的接触 吴女士说 在她看来 丈夫真正的改变 恰恰是在和别人联系少了之后 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 既然联系都减少了 问题 以前从不健身 现在回家 要是打个比方来说 还有差几分钟 没有煮好饭嘛 她就在这里戳这个后背呀 就是吃完饭 儿子要刷牙 洗完什么 她还是在那里 就是不停 冲完凉了 还是在那里健身 就是做服务冲啊什么 做完就睡觉了 根本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 回家就是吃饭健身 其他没有 杨姓健身是受了对方的影响吗 对 这个我承认 就是我应该尽量拿她去健身嘛 她说你这么胖 要健身 健身对身体好 我刚开始跑步 跑步她不让我跑 不让我跑 我说不跑 就慢慢地走 大步走也好 跑步不让你跑 是为什么 她说我听别人的 不让我去健身 就是不准跑 对 不是 那一天下雨嘛 她就穿一个凉鞋出去了 回来两个脚上抹了两个水泡 水泡又全部又抹破 我说那你现在又不是特别肥胖 又不是特别的 你又不是有病不健身不可以 是康复你可以 但是今天下雨是特殊情况 你知道你穿这个凉鞋 对跑步来说不好 那你就不跑嘛 你为什么现在这么过分 这么一味地追求去锻炼呢 是因为太在意那个人 太在意太过分了吧 我就说这个健身嘛 以前我吃得胖 现在瘦一点了 要坚持 你这个想法没错 但他说的也没错 就是不必要这么地钻在里面 就是健身以后 我感觉到健身不错 我身体比以前好 感觉到是这样 我才是这样坚持的 你的意思是 是这个好处给了你健身的动力 不是别人的那句话 给了你健身的动力 对 二十年从未健身的丈夫 突然爱上了健身 这个巨大的变化 让吴女士看在眼里 记在了心里 让她不敢想的是 丈夫的健身动力 还是受一个异性的影响 这让她心绪难平 而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在别人的影响之下 丈夫还爱上了喝茶 以前从来就是 她去工作的时间 白开水都不带 现在就是每天泡水喝 你不让她带 她都要带 就是忘带了 她还要回来要带 这个变化不是挺好的吗 那跟以前变化也太大了 就是别人也喝茶呀 她也喝茶呀 也是受了那个人影响 也可以这样说 喝茶也是吧 喝茶怎么说呢 她就说 经常在外面跑 要多喝水 她以前也是这么叮嘱你的呀 以前也有 夏天才有 冬天就很少有喝水 冬天不喝嘛 我也说让你喝水 你不喝 现在别人说让你喝水 说喝水多了好 那你怎么 你怎么现在就喝呢 你自己解释 我感觉到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她就受不了 如果单从事情上来看 你跟着别人的那些 习惯都挺好的 确实对身体呀 或者对你作息规律呀 都是有好处 说实在就是受别人影响吧 她担心的就是 从这些外表的生活习惯 可能会深化到情感层面 我刚才又说了 我非常支持欣赏 支持好朋友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化 让吴女士感受到了危机 在她心中 丈夫是在走一条 和自己的小家庭 渐行渐远的道路 她再也不认识那个 和她同床共诊 22年的丈夫了 可梁先生依旧是那句话 他就是改变一下生活习惯 那么梁先生的变化 真的那么明显吗 调解进行过程中 我们接到了 他们儿子和女儿的信息 多大了 儿子 四五六岁 我爸妈因为这事吵架 应该也有一年多 快两年了 一开始应该是我爸的错 但是我爸妈吵架 都是晚上吵 然后不让我们听到 我妈经常说 让我们说过这件事情 怪谁怪谁 然后每次我们说出来的时候 她又说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点点 其实还有很多事 你们不知道 又不告诉我 一开始感觉我爸不对劲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 我爸应该变好了一些吧 其实我们孩子一开始 都是感觉没什么太大的事 但是到最后说了这么久了 没什么作用 都说不到他们心里去 儿子也困惑了 女儿说的 女儿多大 二十多 二十二岁吧 好 女儿说 我希望爸爸把不该想的都忘掉 这件事也因为他才开始的 知道后我很不能接受 我对他挺失望的 因为他在我心目中 是最好的爸爸 最有担当的男人 是值得我们依靠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但我希望他能回到从前 我们有时也是不明白 妈妈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感觉爸爸已经在改正了 可能妈妈压抑了太久 没有人真正懂得他想要的是什么 才会那么悲观暴躁 我知道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我们都慢慢长大了 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 我们这个家就会越过越好 一定会幸福 两个孩子在两段话里面 都表达出了一个共同的地方 第一 他们看到爸爸在改变了 第二 他们希望妈妈能够相信爸爸 只是表面 刚才我就说了 只是表面 你还是认为是表面 对 还是表面 嘴上说着相信 心里揣着疑惑 这就是吴女士对丈夫的态度 因为丈夫的变化 打破了她对二十多年来 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的印象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廖阿姨觉得梁先生从头至尾 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 而这恰恰是夫妻间最大的问题 男方 别人可能感受不到 你的妻子跟你同床共枕 她对你的一年一行 了如执掌 当你的妻子 痛苦地躲在厕所里 嚎啕大哭之时 我觉得她已经崩溃了 她想告诉自己 难道我的丈夫真的是变心了吗 她不敢相信 我觉得 当自己可爱的妻子 心爱的女人 躲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连反应都没有的男人 那我觉得她是冷漠 冷漠我要把这个声音提高 是不是你心知肚明 她觉得我的丈夫 我跟我的爱人两个人一起 现在成了陌生人 想想几十年的夫妻 一下子成了陌生人 这对一个妻子的打击 那是有多么的大 明星自问男方 我不是在批评你 我也不是在怀疑你 难道说你忍去去伤害 一个这样贤惠的女人吗 那么我想先跟梁先生聊一下 首先 两位是夫妻 我们国家的婚姻法是对夫妻 是富有了要互相忠诚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那么同时我对梁先生 您对于异性的 这样的一个欣赏 我是很理解的 我感觉到 那位女士对您的影响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影响 比如说 给了您激励 让您健身 比如说 多喝水 这样的一些养生的 这个生活习惯 都是很好的 这是他给您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激励 但是如果说 这些正向的激励 对于您带来的是 感情上的一些偏离的话 那么 我想您可能要引起 比较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这样的一份激励 或者说您对她的欣赏 影响到了 您对于 你自己这个家庭 应该要尽责任的 这样的一种忽略 那么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接下来 我想跟吴女士聊一聊 因为您一心都铺在这个家庭里面 您不能让这个家庭 有任何一丝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出现 正常你觉得 他要照给你的喜怒哀热 要去了解你 要去知道你 那么这样 你就不独立了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你就输了 所以呢 我觉得你最需要做的 首先要从心理上 把自己脱离开来 然后呢 发挥自己 这样一个善良 持家 贤惠的 这样的一些特点 优点 来吸引她 廖阿姨和邵律师 从现实的角度 对两个人的心理状态 进行了分析 在两位老师看来 任何突然的变化 都会打破夫妻之间 原有的平衡 也必然会引起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不过 心理老师苏丹觉得 梁先生的变化 他从某个角度 是能够理解的 在你们这里展现出的问题呢 在中年人的身上 是非常的常见的 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街头 风餐露宿 因为我们有梦想在支持 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付出了努力 到了一定的时间 我们一定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的 但是人至中年 你会发现 体力开始衰退 时间越来越少 然后你想通过各种方式 去改变生活 和命运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这时候人的内心 就开始有一定的失落感 生活品质 是先生在内心里面 在青春的时候 到现在一直从未泯灭的 这种品质生活的追求 他感觉到 这是他想要的 所以女士 我想让你提醒你 意识到一点 他是想要 那个女人 他所达到的 那种品质的生活状态 所以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的安全感 并不来自于 这个女人的打破 而来自于 你老公在内心里面 从未泯灭的 对生活品质的需求 如果你对这个男人 真的多一份理解 你也许就会少这样一份焦虑 你会重拾一份平衡 这份平衡就是 哦 原来我的丈夫 还要那样的生活 而这么多年 我们从未过过 你是否在心里 也有对生活 更好的品质需求呢 如果我们不去排斥 一个外来的人 提醒你 生活还有更好的方式 那么你们就 甘于一直这样吗 苏丹的解析 让吴女士 一直纠结的情绪 有所放松 也为如何解决 这个困扰夫妻俩 一年多的棘手难题 打开了一扇窗 当然 真要让两人 回到原来的状态 还是需要梁先生 坦诚面对 自己行为变化 背后的心理变化 而吴女士 则该好好 为自己规划规划 提升自己 和家庭的幸福指数 吴女士 我觉得 您太敏感了 她不敢 对你说什么心理话了 她也不敢 跟你分享 她和异性之间的 这种正常交往了 您所有的言行 对她来说 草木皆兵 吴女士 有两点 第一点 从前的那种婚姻模式 已经不再适合 你们现在的年纪和关系了 我觉得 你们要调整 这样一种相处模式 让它与时俱进 让它赋予变化 第二点就是什么 您一直说到的是什么 您身边的爱人 它变了 我在想 到底是它变了 还是您一直没有变 所以我希望 吴女士 您也要去改变 你要学会 和她一起 去运动 去健身 更多的时候 和她站在一起 去提升 你们的生活 第二点 就你个人而言 不在意一个人 不再是 全部身心 在家庭里面 你也应当 提升自己的兴趣 爱好 有自己的朋友圈 说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百种种子 那有的人 他一辈子都 可能只有一颗种 一颗种子会发芽 但有的人呢 他也许会多发几颗芽 有的人呢 一百颗全发了 在这之前 你们俩 有一颗种子发芽 他之前对你很好 对家很好 回到家有说有笑 后来她遇到了 一个特殊情况 有一个固定的女客人 这个女客人 其实给她带来的 不是青春亮丽 而是带来的 另外一种美 那天天这样接触 她也会感觉到 一种新的文化 新的生活 所以她心开始动 带来一系列的想象 这个很正常 是人之长期 那她的种子发芽了 发芽了 突然被你发现了 你就一把把她小豆芽给卡断了 大概就是这个故事 卡断了难受 她心里有一点彷徨 彷徨 回头回到家看看你 哎呀怎么不同啊 对吧 代表了一种 另外一种生活 那这个时候 这一边发生的 所有的这些故事 在你这一边引发的 是你内心的不安全感 那其实大家 其实有提到 有提醒你 就是为什么 你内心会有一系列的不安全感呢 会因为她喜新 就会想到一定会厌旧呢 那肯定是你自己 心里面也有不自信 那如果不自信 可不可以这样说 在这之前 你的幸福 你的安全感 都来自于 都来自于 你们双方达到了一种平衡 而不是说 你 那么自信地把控全局 你没有 你找不到 梦会醒的 不要慌 慌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不自信 第二你看不懂 看不懂 作为人的他 你也看不懂 人的命运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来一个大转折 那如果说 你气定神弦 你懂他 你不就感动他了 这个我们不是演戏 我认为这个 反而是展现出 一种最真实 最美好的 人性的 闪光的东西 在你身上一定有 对吧 老梁心里 难道不明白 自己这位妻子 有哪一些优点 这么多年 他心里很清楚 虽然对梁先生 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表示了一定理解 但在老师们看来 夫妻是共同体 一段婚姻里的任何阶段 只有夫妻同行 才能让婚姻 始终保持平和幸福的状态 那么老师们的话 夫妻俩能听得进去吗 你的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没有 也算听明白了 听舒服了 舒服了一点点 是吧 吴女士说 她对家庭生活的想法 是比较传统的 她理解的家庭生活状态 就是一家人 按照原来的样子生活下去 但廖阿姨告诉她 她的想法虽然没错 但是因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面对现在丈夫出现的状况 一味的焦虑或猜疑 并不能解决问题 婚姻中出现困扰时 最重要的就是 彼此敞开心扉 讲究方法 吴女士说 其实她听了老师们的建议 已经知道 要学会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你觉得她的心 能回到这个家 你觉得她怎么做 你才安心 不快快乐乐 回来有话说 孩子变平了 要交流啊 就是希望丈夫回来以后 快快乐乐 一家人有相互 有沟通 有互动 就够了 吴女士的要求很简单 也是一贯的 可对于眼下的梁先生来说 她能否接受呢 当我们把吴女士的想法 传递给梁先生时 温和的梁先生 却出人意料地 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 这两年 可以说 我们经常吵 经常闹 闹到我心里 这一点想法都没 根本都说不到一起 我就想 如果这次来到了以后 就是调解好 回家她还会跟我闹 我查这个脾气 我结果二十多年了 我会知道的 梁先生说 其实吴女士在家里的表现 比今天在场上强势得多 很多次让她抓狂 也一步步地让她想逃离这个家 坦率地说 她对于回到过去 没有一点信心 而谷岳老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你现在的这种生活习惯 生活态度 和原本的 这个您和她在一起的那种 对比太强烈了 您让一个女人读到了 不安全的信息 我怎么要做 就是她说什么 我听什么 我什么都不说 她让我做什么 我马上做 那样她才会满意 会不给我成 对于下一步的计划 梁先生始终不愿意表态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犹豫 我不希望他再给我闹下去了 真的我受够了 现在您自己 也应当要反省自己的问题 这样你们两个 才能更好地去调整自己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 调整好你们自己 对婚姻的这种状态和态度 都要让自己变得更幸福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这种问题 你贸然地去做这个决定 那你不只是伤害你自己 你更多的还伤害了你这个家庭 能够感觉到 梁先生对接下来的生活 已经失去了信心 密室环节在梁先生的思考中结束了 那么最终两个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这段22年的情感 到底还有没有出路呢 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两位当事人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说实话 我来的之前 一直来了 又要想跟你分开 真的我是这样想 我感觉到他现在 都全部都不会相信我 我无论怎么做 他都不相信 我答应他 就是要这个心态 我最想跟梁先生说的是 很多时候生活好像多了很多精彩 可是我们瞬间就开始失去真仇 我们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必须伪装的人 这难道不是悲哀 有时候情感的问题就跟生病一样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愁死 所以并不是说一顿话 或者说几个要求 就可以把病给治好 为什么大家会劝你做好自己 并不是说责任在你这里 而是说稳住你自己 等待新的故事 等待它的回归 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其实也充满了等待和回归的 所以两位可以回去再想一想 吴女士 我就建议心平气和静观其变 最后等到的 如果是一片祥和 那就是永远的 调节在胡老师的建议声中结束 或许是梁先生对妻子的唠叨 选择不再忍受 也或许是对接下来的生活 确实没了信心 眼前的他显然对婚姻 对情感还缺乏清晰理性的判断 他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式 来面对今天的调节 但是廖阿姨没有失去信心 在他看来 梁先生可能是面子的原因 才做出这个选择 廖阿姨选择在场下和两人继续交流 我们有消化的过程 你知道吗 他今天说的这个我理解 他意思说 是吧 来到这里老师也有批评他的 是吧 也有跟你交流的 对不对 廖阿姨说 他理解梁先生心中的恐惧 因为了解妻子的纠结 了解妻子的脾气 梁先生始终担心妻子放不下这个心结 梁先生也向廖阿姨表示 他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做错什么 活得谨小甚微 这种日子就太累了 廖阿姨建议 丢下过去就从明天开始调整 给彼此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做调整 你比如说夫妻之间是一定要有沟通 这个要做到 你比如说老婆 我今天很早出去上班是吧 晚上我可能很晚才会回来 比如说我老婆打个电话 比如说一般我是七点半钟回家 一个电话告知 老婆对不起 可以吗 在廖阿姨的宽慰下 两个人慢慢地放松下来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沟通之后 终于两个人都选择了释怀 好好的教育 他要来送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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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两人用一个深深的拥抱 结束了这场调节 最后的峰回路转 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 家庭的建设与变化 仅靠一个人能完成吗 家是一个需要共同成长 共担风雨的地方 一家人携手共进 才能见到风雨后的彩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